不得了了,AI也能驾驶飞机了 7月份的时候,AI飞行员驾驶XQ-58A女武神 在埃格林测试训练中心飞了三个小时 科幻电影《绝密飞行》中的艾迪在今天成为了现实 那么AI飞行员对无人机有什么意义 XQ-58A在实战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AI真的会像美国空军上校说的那样威胁人类吗? 美国SkyBrog系统也就是天空伯格人项目 经过两年半的练习,终于看见成果了 2023年7月25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测试训练中心 让SkyBrog系统驾驶了一架XQ-58A 并与F-15E攻击鹰进行了编队飞行 这个SkyBrog系统是美国AFRL开发的软件 可以作为无人机的大脑实现自主飞行 或者与有人战机协同作战 开发过程也很简单 AFRL开发一个人工智能之后 构建一个仿真环境 然后进行数百万个小时的模拟活动就行了 SkyBrog系统的目标就是通过AI飞行员 让无人机能够像有人战机一样 具备空对空与空对地技能 并且能够在不同的任务和场景下进行切换和调整 至于AI飞行员会不会威胁人类 这属于道德伦理 马克思来了都说不准 火力军最后再提咱们还是先聊聊军事用途 AI驾驶无人机的优势在哪里 利用无人机进行作战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AI还不能充当飞行员之前 无人机的作用也就那几个 中继机火力补充电子战侦查 在罗马公司的设计里 无人机可以搭载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进行瞄准提示 可以挂载四枚AM120作为有人战机的火力补充 也能搭载小型空中动目标指示雷达 生成战场综合态势图 或者是搭载保密通信系统作为中继节点 类似一支美式橄榄球队 按四分位 跑峰 外接手 线位等划分任务 实际作战中 XQ58A也是如此 在美军现有的作战体系构想里 XQ58A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主要是利用F35的战场感知系统和作战系统 通过F35的智能遥控 执行危险作战任务 提升打击能力的同时 避免人员损失 也可以充当F35与F22的翻译官 让这两款数据链不能互通的战机 实现信息交换 甚至是作为F35的电子战平台 只是这种作战模式有很大的缺陷 在实战中或许会有问题 XQ58A无论是充当中继机 还是作为F35的火力补充 电子战平台 信息都是实时传导 对于数据链的要求非常高 要求无线数据链的宽带要大 信号要稳定 并且可以兼容多架无人机 共同传输信号 而且只要是通过无线电进行遥控 就要遭到干扰 甚至是被俘的危险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时 RQ170就是因为敌方的电子干扰系统 才被俘的 而现代战争最讲究的就是电子战 因为无人机横行 乌俄战场上最常见的反无人机方式 就是电子干扰 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的冲突环境 肯定是通讯拒止为主 需要通过无线电进行遥控的无人机 几乎毫无用处 但是有了AI就不一样了 开头火力军也说了 AI可以作为无人机的大脑 实现自主飞行合作战 可以在通信中断或者缺少GPS能力的环境中 控制无人机执行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携带SkyBrog系统的无人机 就是一架不会犯错的有人战机 无论是什么任务都能轻松完成 而这次AI驾驶XQ58A的试飞 算是一个开端 火力军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美国空军有一大堆无人机 比如MQ20 MQ28A 为什么选择XQ58A呢 这还要从天空伯格人项目开始说起 2019年4月 美国提出先锋计划 也就是通过样机和实验验证 加速推进新型武器的开发 目前有四个项目 天空伯格人 金帐韩国 导航技术卫星3 火箭货运 其中天空伯格人 就是用来研究人工智能软件系统的 2021年的时候 克拉托斯公司 首架配备的SkyBrog系统 UTAPR2实现了首飞 之后美国又对波音的MQ28A 克拉托斯的XQ58A 通用原子的MQ20 进行了十几次的现场测试 评估SkyBrog系统 对这些无人机的操控情况 美国最终选择了XQ58A 进行AI试飞的原因也很简单 XQ58A是同类产品中 能力最强 价格最低的 被称为小一号的 无人廉价版F35 只是这几款无人机都没列装 谁也不知道确切的单位成本 不过根据克拉托斯公司 2022年发布的数据 如果每年生产50架 单价成本差不多在400万美元左右 如果生产100架以上 价格可能会低于200万美元 而航程只有一半的UTAPR2 造价在200到300万美元 当然价格这东西现在说不准 美国空军也不会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而且无人机虽然是低成本 但也可以重复利用的 XQ58A这些无人机 本质上是一款可消耗的技术装备 价格不是重点 性能才是 在以上这几款无人机中 XQ58A并不是最大的 但航程却是最远的 按照克拉托斯公司的说法 XQ58A的航程达到了4800公里 而MQ28A只有3700公里 UTAPR2航程2600公里 完全比不过 不过XQ58A最大的特点 还是起飞方式 没有起落架 不能像传统无人机那样正常起降 而是由火箭主推器弹射起飞 使用降落伞进行回收 XQ58A屁股后面 有四个火箭主推器 需要执行任务时 火箭发动机点火起飞 任务结束之后 飞到预定地点关闭发动机 弹出降落伞进行回收 然后机身底部打开气囊 用于着陆时提供缓冲 最后就是地勤人员 对其进行回收了 整备之后可以再次执行任务 可以满足美国空军 快速部署的需要 甚至部署到偏远地区 因为XQ58A起飞和回收过程中 不依赖跑道 在执行任务时 可以将发射位置更靠近任务区域 减少抵达现场所需时间 增加作战时间 随时在战场上支援F35 就算传统的空军基地设施被摧毁 XQ58A也不会受到影响 加上F35A短距起降能力 安全感拉满 同时从电子战的角度分析来看 XQ58A通过自身的备用 干扰无人机和武器 即使作为诱饵 也可以在有人战机前方 很远的地方进行作战 进一步提高F35的生存能力 同时其武器舱 也可以被改装为燃料 用途很多 并且XQ58A采用模块化设计 所有部件都可以进行单独更换 实现快速的修复或升级维护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XQ58A不是没缺点 最典型的就是作为中级基石的 同点问题 在2020年时 XQ58A就实现了与F22 F35的互联 但是测试时 F22与F35实现了数据互响 而XQ58A无法分享数据 其次 虽然XQ58A的隐身能力相当不错 但是其最大飞行速度 只有0.85马赫 这就稍微有点拖后腿了 F22可以实施 1.4马赫以上的超音速巡航 F35就算是一击三型 海陆通吃的设计 最大巡航速度也能达到0.96马赫 所以XQ58A与F22 F35协同作战时 速度会是减分项 最后就是无线电遥控的问题 火力军上面也说了 会有遭到干扰的风险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AI飞行员搞上去 其可以在通信拒止环境中 自主运作 所以在当前电子战 信息战的时代 AI驾驶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而美国已经在路上了 这就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 AI驾驶员会不会威胁人类飞行员 假如一架有人战机搭载了先进的AI 在空战时 人类飞行员与AI做出的决策 产生分歧时 AI是否会试图抢夺飞机控制权 如果将任务目标设定为 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击落 那为了实现这一点 AI是否会把有脆弱肉身的飞行员 判定为一个缺陷零部件呢 进而在空战中将其弹射出舱 将自己化身为 无需考虑过载的无人战斗机 或是无视飞行员 做出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高机动 这可不是火力军瞎说的 美国空军AI测试 与运营主管汉密尔顿上下 在英国皇家航空协会 未来空战与太空能力崩溃上证时 在一次模拟环境中演练 一架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美军无人机 突然开始攻击人类操作员 这只是测试 并不是真的 AI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 系统赋予该机的任务 是摧毁敌方防空导弹阵地 AI虽然可以识别威胁 但是发起进攻时 需要操作员的批准 AI对目标进行威胁评估之后 有一些目标呢 被操作员判定为无需消灭 并对无人机下达指令 结果AI为了通过消灭更多目标 从而获得加分 直接消灭了妨碍它的操作员 就算是后来测试者改变了AI逻辑 将其设定为不能攻击人类操作员 效果有限AI开始操纵无人机 攻击通讯塔 切断人类操作员对无人机的控制 消除一切障碍 从美军AI无人机的表现来看 其带有很明显的计算机逻辑 如果将摧毁敌方防空导弹阵地 设定为第一目标 那么所有妨碍AI完成目标的因素 都会被识别为敌人进而攻击 在美国科幻空战电影《绝密飞行》中 产生自主决策能力的爱敌也是如此 而且有意思的是 上次大嘴巴爆出AI智能 攻击人类驾驶员事件的 美国空军上校 就是负责开发Skybroke系统的主管 按照他的说法 这次AI飞行员是非XQ58A 展示了人工智能 学习驾驶飞机上的多层安全架构 未来还能执行 现代空对空和空对地任务 虽然不知道美国空军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AI的风险还会有的 总的来说 美国三军接下来都会将无人机 当作各自发展的重点 根据最近英国国际战略研究会所发布的 军事力量平衡2022报道 目前美军共装备20公斤以上 大中型无人机1093架 20公斤以下微小型无人机超过1万架 在无人机方面 美军是走在最前面了 同时 美空军在2023财年预算申请中 还准备研发新型中程调集 与B-21和NAGD协同作战 并且还计划在2027年之前 退一全部全球英无人机 通过RQ-180来代替 除了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 也在研究远程和分布式环境作战的新概念 包括被称为EABO的概念 也就是远程先前基地作战 EABO的目标就是一支相对规模较小 且多样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能够快速部署 建立前沿作战基地 然后在必要时轻松转移战地 让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 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帮助控制沿海地区和周围海域 其中最有前途的就是无人机 XQ-58A这种不需要跑道的特点 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首选 2022年12月30日 美国海军敲定了购买两架 XQ-58A的合同 交给海军陆战队进行测试 价值1550万美元 只是没有详细说明 是什么传感器和武器系统 也不确定 XQ-58A是否是改进后的版本 但就空军基础版本的性能来看 已经足够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AI无人机之后会影响人类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谢谢大家